放血哦 先给他放尾巴剁掉 再往上 往上给他血流出来 剁掉 对 给他挂起来 给他血流干净 30块 哈喽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秦师傅 欢迎您观看我的视频 今天分享广西渔生的家常做法 花了30块钱买了一条炒鱼 已经让老板帮我宰杀处理好 回来以后再次给他进行深度的清洗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鱼芽 特别的新 一定要给他掏除干净 还有肚子黑膜以及表面的粘液也是比较新的地方 清洗干净以后呢 这一步我们来给炒鱼进行分割改刀切片 用刀尖在鱼背的地方从鱼尾往鱼头方向滑 呃 这个角度看不清 我们换一个方向 鱼视频中这样操作 大家看一下 这个方法呢 能把鱼肉取得更干净 不会有浪费的现象 整个过程我讲的比较详细 你不仅能学习到炒鱼的分割改刀处理方法 以及了解到广西鱼生的家常做法 除此之外呢 我们将用这个鱼骨头熬一个汤 如何能把鱼汤熬到汤色浓白 味道鲜美 这其中有诀窍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耐心的把视频看完 先把一侧的鱼肉取下来以后呢 把鱼头剁掉就能很平整的摆到案板上 同样方法把另一侧鱼肉也给它取下来 前面忘记和大家说 这条鱼的尾巴已经剁掉了 目的是让它放血 大家要记住 经过放血再进行窄杀的鱼呢 它的肉质会更加的洁白 而且能有效减少它的腥味 再次把案板清洗干净 我们这一步把鱼皮给它取下来 大家看一下 从中间切下去不要切断 然后横刀90度铲过去 另一端也用同样方法操作 如视频中这样 大家看一下 这个鱼皮就顺利的取下来了 家里有老公的可以给它当面膜使用 像我们什么没有的就可以用来炖汤喝掉 用刀把这个鱼红给它剔除干净 当然嫌浪费的也可以保留 另一侧的鱼呢 也用同样方法操作 为了不浪费大家时间 我们这一步直接快进跳过 准备厨房纸 把取好的鱼肉给它摆在上面吸水 这个配音太难了 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凉广说普通话 每次我特别害怕说这个 肉 还是肉 大家可以点评给我纠正一下 这个是肉还是肉 很难念 把裹好的鱼肉 放到冰箱给它冷藏10分钟 这一步来准备配料 在广西啊 吃鱼生 它的配料是特别多的 其中少不了嘎喽 柠檬叶 紫苏 还有炸玉丝等等 由于我这边在江苏南京 也买不到太全的配料 大家可以在某度上面搜索一下 然后在某宝上提前购买就可以了 金葱切成丝 这里有个小技巧 切葱丝的时候呢 最好斜刀切 就不会有嚼不动或者塞牙的现象啊 切好的葱丝 放入盘中备用 这边是紫苏叶 由于我这边没有嘎喽 还有柠檬叶 所以这个绿色的紫苏叶可以多准备一些 清洗干净的紫苏叶给它卷起来 切成细丝就好了 这里和大家说一下 切这些配料啊 刀一定要够锋利 切的越细也好 越薄也好 由于我的刀工不行 大家凑合着看啊 这边是泡纸姜 给它切成细丝 放入盘中备用 在广西有一款配料叫做酸桥头 非常不错 由于我这边买不到 用泡的甜酸蒜头代替 香菜切碎 放入盘中备用 卤菜店买的花生米特别的方便 就不用自己炸了啊 盘中加入冰块 用保鲜膜给它包裹起来 如视频中这样 道理就和刺身差不多的意思 加冰块的目的呢 能防止在用餐的过程中 鱼肉不会变质 保证鱼肉的新鲜和爽脆的口感 像这样子就好了 这一步把鱼给它取出来 撕掉表面的卫生纸 同学们在操作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小心的慢慢撕 不要把纸给它撕破了 以防有纸碎粘到鱼肉上面 下一步呢 该是你展现刀工的时候了 给它切得越薄也好啊 在广西 一些比较专业卖鱼生的饭店 会把这些鱼肉切成很漂亮的花样或者图案 今天我们在家里制作 条件有限 而且我的刀工也不咋地 我们就忽略而过啊 把鱼肉全部切好 铺到冰上面就可以了 我们的广西鱼生就做好了 这里和大家说一下中间这两款蘸料 白色的碗中是白醋 它能起到杀菌的作用 而且加了白醋 让鱼生更加开胃好吃 黑色的是生抽和花生油按一比一的比例来调配 注意一定要是正经的纯正花生油 起火热锅 这一步我们把鱼骨头用来熬汤 如果你的鱼汤总是熬得不够浓白 不够鲜的 我建议您把视频看完 一定要把锅烧到很热 才能加入适量的植物油 润锅 然后把油倒出 重新加入适量的猪油 这个非常重要 猪油能让鱼汤更加香浓 汤色奶白 随后加入两片生姜 简单煸炒 激发出香味 紧接着下入鱼骨头 只要提前把锅烧热 润透 锅底是不需要加盐的 也不会有粘锅的现象 加入适量的葱段 给它增香去腥 这里和大家说一下 煎鱼的时候呢 尽量把水分给它控干或者擦干 也是不粘锅的一个技巧 煎到底部定型金黄的时候呢 翻到另一面给它进行煎制 矿冻锅子 让它受热均匀 把两面都煎到有微微交货感的时候 从锅边烹入适量的料酒 让其挥发 蒸香 去腥 紧接着 加入开水 注意 这个非常重要 想要鱼汤浓白 加入开水 注意 一定要开水 加入开水 才能更好的释放出鱼肉中的蛋白质 才能达到汤色浓白 味美的效果 熬鱼汤最佳伴侣 豆腐 条件好的同学也可以加入一些海鲜菇或者白玉菇 非常不错 这里还有一个知识点 熬鱼汤必须全程大火 水呢可以稍微多放一些 因为熬的途中它会蒸发掉一些 中途不能加水 大火滚沸8分钟左右 下入鱼皮 下入适量的胡椒粉 蒸香 去腥 调味呢 我们只需要加入一点点盐就好了 什么鸡精味精都不要放 大火焯烫一分钟左右 把鱼皮煮熟 最后撒入适量的香菜 葱花就可以出锅了 以下是技术总结 第一 做鱼生必须要新鲜活鱼 现杀 而且要放血 第二 所有配料和鱼片切得越薄越好 第三 一定要有花生油 广西鱼生技术总结完毕 下面就有我的兄弟来教大家广西鱼生的正确吃法 好了 精彩短暂 创作不易 如果您已经看到这里了 请给我加个关注 点个赞 感谢您在百忙中观看我的视频 我们明天见 だから今天你会大pora准备 大概是一部份的 大概是一部份的